畫面怎麼做?一樣,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如果你會做的話 基本上它跟小畫家其實差不多 那這個原理原則是這樣 第一個,做表單的流程大部分都是由外而內 就是先做外面的東西,再慢慢往裡面做 然後由左到右,就是先做左邊的 再做右邊的,一直往這邊過去 然後再由上而下 所以做表單的流程,反正就是這樣子 由外而內,由左到右,由上到下 這樣子,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你要了解幾個 那幾個動作,比如說在工具箱裡面的東西 有標籤,那其實這個前面就標籤 這個是什麼呢?文字方塊,那其實這個就文字方塊 下拉清單,這個就下拉清單 命令按鈕,這個就命令按鈕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個工具箱裡面有哪些功能搞懂的話 其實你可以做出很專業的表單 其實不亞於你平常看到那些系統 像什麼ERP系統啊,很多有沒有 其實也是類似,用類似的工具做出來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制定一個工具的話 那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熟悉之後 可以做出太多東西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就是怎麼開始做 首先的話呢,當然第一個 我DEMO一次給各位看 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 對不對 那通常我會這樣啦 把這個畫面拉大一點點 看你要大小 這個可以自己調整的 你先決定你的表單大小 但你要更大也沒關係啊 因為現在的人 可能因為手機看太多 都有老花的現象啊 所以有沒有,你就會放大一點 讓它圖 那字大一點可不可以啊 那如果說你要精巧一點 小小的可以啦 反正就你自己決定 這個界面的話呢 好,第一個大小先給它決定了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要先由外而內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NAME NAME指的就是這個表單的名稱 這個表單名稱的話 我習慣要HOME 當然你將來要叫別的名稱也OK 也就是說 這個HOME給它NAME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要叫得出名稱之後 我將來比如說我要做設計一個按鈕的時候 按一下它 就可以用HOME.show把它叫出來了 因為它有名字嘛 HOME.show你就show出來了 對不對 那原來要Use of Home 1也OK啦 不過我覺得Use of Home 1太冗長了 所以有時候會把它縮短一下下 HOME.show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要屬性視窗 這個是屬性 如果你屬性視窗關掉 不小心關掉的話 可以從檢視裡面看到有沒有 屬性視窗就這個 那這個是第一個屬性 NAME 第二個是CAPTION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在這邊 它現在顯示怪怪的 外面這個是Use of Home 1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比如說會員系統好了 假設這個是一個會員系統 那我就直接把Use of Home 1 油標放這邊 把它蓋過去 然後直接打一個會員系統幾個字 會員系統 Enter 有沒有看到 外面就改成會員系統了 或者你上面要多加幾個字都沒關係 OK 好 第一個完工了 外面就是改兩個地方就好了 一個就是NAME 一個是CAPTION 兩個屬性 那當然你要改變它的顏色 可不可以 這邊有個叫什麼 Back Color 你也可以去變更 那也有一個Fall Color 就前景顏色 不過這個我想慢慢來 以後如果說你要更改的話也OK 然後我們主要改這兩個 好 再來的話要放什麼東西呢 我就是針對我的需要 那我希望將來在這上面看到的幾個欄位 就是這邊有這麼多個欄位 這麼多個 那這個不要 所以我就一般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把這些C 然後我的習慣是放到那個 暫時存放在一個一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我習慣都用那個 假設用什麼記事本好了 就把它貼上去 那等一下這個就可以複製貼 貼到我要設計的這個表單的標籤上面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放個標籤 名稱把它拉一下 所以拉特別重要 拖拉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跟Photoshop那種差不多啦 拉一個 然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Label 1 那這個Label就是告訴使用者說 這個後面要填什麼東西 那你只要修改 Name不用改 因為將來程式不會用到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Label裡面的這個名稱不用改 改Caption就可以了 Caption改什麼呢 改那個姓名 所以把姓名兩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貼上一下 OK Enter 這個 姓名就上去了 不過 好像 有什麼怪怪的 為什麼 太小了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不是這個Fone 有沒有 字的大小從這個Fone 旁邊有個小按鈕 按下去 記得喔 小按鈕之前有同學 早半天找不到這個小按鈕 因為它有個小機關 要點這個小按鈕 它就會彈出一個視窗 那個視窗 預設的那個字大小是9號字 那我建議大概 至少啦 大概差不多14號字左右 14號字 那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14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字就變14了 然後呢 這個框框也不要太大了 也不要太小 然後再來怎麼樣 字的顏色可不可以 顏色可不可以變更可以 Fone下面有個叫Fone Color 就是前景顏色 那你可以點這邊有個 然後改調色盤好了 比如說我之前是改成一個藍色的 那字就變藍色了 OK 好 那做好一個了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幾個呢 總共我們扣掉那個手機好了 這個不要 手機因為自動產生的 所以我們還有血型 甚至血型一直到那個門號末馬 對不對 那怎麼做比較快 我們是講比較快 那你也可以再再來一次 再拖拉 不過你會發現 你同樣的動作 字的大小 字的顏色 還有那個填Caption 好像動作都一樣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我會先複製它就可以了 Ctrl鍵按住 複製比較快的方法 就Ctrl按住 然後往下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再做什麼呢 把這個有沒有 the caption 改成什麼 改成 Sense Ctrl C 然後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把它Ctrl V Enter一下 有沒有就改了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不然的話 你慢慢一個個拉 會慢很多 所以交給一個訣竅 Ctrl鍵按住 就可以複製 一直複製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你就把底下 不過你們可能拉的時候 也許有時候拉不太準 也許你可能 這個 可能沒有那麼靈巧 或者是說 你應該可能那個 因為現在黑心食品太多 會不會吃一吃 就感覺好像手會麻 或怎麼樣 那假如 也許你這沒有那麼精細到剛剛好 就會變成怎麼樣 亂掉的話 那怎麼辦沒關係 把這幾個選起來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用過類似那種 也是影像處理軟體吧 它可以怎麼樣 幫你排整期 那怎麼排整期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格式 選它之後有沒有 這幾個選起來嘛 那你會發現喔 一定有一個是白的 白的叫主控項 那這邊格式裡面有個對齊 有沒有 主控項就白的那一個 對齊它的左緣 欸 那就靠右對齊了 全部靠右對齊了 另外呢 它的間距 好像有的大 有的小 那怎麼放一樣呢 格式裡面的什麼呢 垂直間距 設為什麼 相等 有沒有 欸 全部都排整齊了 這樣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感覺起來應該 欸 有一點點樣子出來了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要放呢 其他的東西 其實這樣各位可以參考那個啦 我有一個完成的畫面 是放在那個 我們就是在這個 欸 這個到時候會貼齁 我會把那個截圖 就大概做出來類似這樣 那 再來就是利用什麼 文字欄位 做五個 那一個下拉筋 因為血型比較特殊 另外再加一個按鈕就OK了 那我們怎麼加呢 旁邊這邊有個文字欄 記得喔 小A小B是文字方塊 點它一下有沒有 一樣 把它拉一下 大小由你自己決定啦 你要大要小OK 然後呢 太大了好了 把它拉一下 大概這麼大 那字的大小 它預設也是九號字 所以你記得喔 你把這個 因為它填的時候 如果你這邊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執行 點旁邊表單 執行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可以Key啦 不過那個字太小了 有沒有 它Key上去怪怪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來字大小 點旁邊Fone有沒有 改成14 按確定 做好一個之後一樣 按Ctrl鍵 往下拉 一個 然後 這個好像血型不用 跳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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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其實用Ctrl鍵很快 如果你 像我可以 我是已經很習慣了 所以我拉一下 就剛剛好位置 就不太需要再調整了 按Ctrl鍵就可以了 這個好像拉太上去了 你就再把它往上推一下下 好 那另外的話呢 這邊還有放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 在這裡 這個是血型 血型的部分 拉一下 一樣喔 那個大小的字 一樣再把它改成14 然後這邊 這個是血型 有沒有 先把它改一下 這個血型 那改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Caption屬性 改一下 有沒有 就一個血型 好 再來最後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一個新增兩個字 按鈕在哪裡呢 它叫命令按鈕 再拉一下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是新增兩個字 所以把那個Caption屬性 它原來叫什麼 CommandButton1 改成叫新增 好 字太小 一樣 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14號字 有沒有 好 這樣子就 如果你覺得這邊 沒有那個很整齊的話 一樣 把它選起來 格式 對齊 看要不要對齊 左緣 然後再來 格式 垂直間距 社會相等 這樣它就一樣了 OK 如果這個跟這個沒對齊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兩 先選它 再選它 先選它 再選它 有沒有 它是主控項嘛 格式 對齊 主控項的上緣 這兩個就會對一樣 OK 反正你就排一排 就是利用那個對齊 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個 看起來還蠻像樣的 那最後呢 你可以把它執行起來 游標記得 點這個 表單一下 然後上面有個執行 按一下 就跳出來了 看起來好像有個樣 不過 現在呢 還缺什麼 下拉清單 空的 按下去 沒有作用 因為程式還沒寫進去 所以 下一個階段 程式寫進去 以後就可以做了 那你可以做什麼 通通可以啦 只要你那個有藍味的 反正就是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按下去自動新增了 那將來 你要真的要給人家 填資料的時候 我建議真的用表單 真的會簡單 因為之前好像有個同學是 好像在公賣局吧 好像已經轉迷了 他就是之前就是 光回來資料 他要整理 除檢查錯誤 他就花了很多時間 後來他就用這個方法 我教的方法 用在他工作上 他說 哇這方法太好了 他現在省掉太多時間 現在他們都幾乎沒有錯誤了 回來資料 就剛剛好了 他就可以省很多時間下來了 這樣的話 工作不就更愉快 不然你每天要在處理這些 瑣碎的事情 真的花的時間 恐怕比應該要處理的事情 來得更多 你該處理的事情 可能又沒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第一階段 就是利用那什麼 表單 我再把重點提起 按右鍵 第一個 新增表單 第二個的話 由外 額內 那由左到右 左邊的話 就是第一個 標籤 拉一下 先做一個 再來用那個文字方塊 跟下拉清單 最後是一個命令按鈕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可能如果沒有玩過這種 表單的同學 可能慢慢習慣一下 其實你大概多做個幾次之後 我想你應該很快就上手了 那將來的程式我想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實在是不見得寫得出來 沒關係啦 反正以後的話 就照我的那個方法 稍微再修改一下 反正也就可以馬上的Ready了